同學是站上比賽舞台展示自選動作為指定動作獲得評審肯定 勇奪了112年度全國大專精英賽季亞洲健美健身錦標賽國家選手選拔賽 榮獲女子比基尼組的第二名 會開始健身是因為想要減肥 然後就是久了之後就會對健身就是比較有興趣 然後就會每天都想要練這樣 沒有練會想就是覺得很快會變胖的感覺 然後會打算參加健美是因為我覺得 因為將來可能也會走教練的這個路線 然後我覺得可以就是多去比賽那一些經驗這樣 來自馬來西亞運健系同學梁稍微在學長蓮宏凱指導下 三個月內減重了5公斤減脂3% 教練表示男生跟女生的生理構造有些差異 給她來指導學妹過程中不斷調整訓練課程 兼顧了體重、肌力、情緒等面向 恭喜梁稍微第一次參加比賽就獲得好成績 那一開始有在幫學妹備賽的時候 因為她是女性所以相對來說會比男生上面的 生理構造會比較難了解一些這樣子 那我透過一樣慢慢的去帶她 然後嘗試給她做一些不同的 課表調整這樣子然後慢慢帶入她進行比賽這樣子 未來可能會往健身就是肌力挺的那一方面 就是我想要做不同的東西 因為在馬來西亞可能比較少在做肌力挺的 就是比較多都是一串健美式的 雖然我現在是在玩健美的東西 但是我想要做不一樣的 梁稍微說系上除了培養、運動、指導、專業之外 還有不同的工作坊 讓大家擔任教練 幫助學生結合理論與實務 未來她想往健身產業發展 先在台灣工作幾年累積經驗 再回到馬來西亞開設自己的工作室 台語人新聞劉新校 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